美国宣布制裁11个现任和前任香港和内地的官员 中联办严厉谴责美国粗暴干预香港事务 又说绝对不会畏惧任何外部势力横文霸道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 自己在国外没有一分前的资产 制裁他是白费劲 中联办分别以主任骆惠宁和发言人名义 发表了两篇声明 骆惠宁对个人列入美国所谓的制裁名单 说明自己为国家为香港做了应该做的事 骆惠宁又说 在国外没有一分前资产 搞制裁是白费劲 他说可以寄100元美金 给美国总统特朗普 给美国用来冻建 另外中联办发言人严厉谴责美国 粗暴干预香港事务 绝不畏惧任何外部势力 盲簧霸道 如果美国所谓制裁 就令到中国人妥协退让 美国是搞错时代 打错算盘 枉费心机 中国已经不是百多年前的中国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联办发言人呼吁美国政客提清大势 无论如何施压 都不可能阻挡中国繁荣发展的历史大势 报纸电视机者 登文康报导 是因为这一小时的决定は 我设立于文库的决定 都会认为 根本身上试不出品 我认为 这一年都会认为